今天很可愛 今天他在想說他第一個媽媽的第一句 我有說請他們先描寫D 先用文字先寫 再來想說這個東西代表什麼 所以他寫媽媽第一字是什麼 就是善良 欸不錯喔!第一個是善良喔 所以他就哭腦說善良是什麼東西 要畫什麼呢 我就拿一個草稿子 我說你先畫簡單先來畫卡了 所以他就畫出重線條這樣 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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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說你可以把這個東西再具體一點點 就是不要太不規則 所以就變成這個 畫完以後他畫到最後一眼看說 老師這個好像猴子喔 我說啊因為是這個線條的關係啊 很像蘇武功在畫臉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秉真最大驚慕是呢 他一開始就抽一張就有摸不著編輯 但後來慢慢整理後越畫越好喔 例如說他說我滿喜歡運動 我要畫操場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操場怎麼變這個線條呢 不要真的畫一個操場在臉上喔 所以他每個東西呢 其實是慢慢演變出來 包括我這樣 我覺得這點是他最大的進步 另外就是呢 哈囉 媽媽最想要出國的這樣 就是飛機的飛翔線 然後很多運動的感覺 想要出去出國的媽媽 自由的媽媽是他上座 還有只是找到第二個 再 feud 就好